与丽台北实现无戒指 意思就是说我们男人靠边站 你怎么这么说呀 什么说呀 明显的嘛 那所有的地方都给你们女人站了 台北就这么大 男人没什么空间啊 靠边站吧 挺有自知之明的 那没办法 台北曲艺团团阵叶军和搭档的相声表演 说明各行各业皆有优秀女性存在 也带领大家看到女性勇敢挑战自我 实现梦想的典范 她本身也是台湾首位女相声演员 透过国际妇女节 鼓励女性勇敢追求新宗所想 我知道台北市的人 女性的人比例 占了52% 男性则48% 比女性少了4% 你投票还够贷呢 没错没错 再说台北市啊 在妇女的学历预算 是 大专以上的比例 要高于全国的比例 哦 教育学姐姐还高 特别高 嗯 除此之外啊 怎么样 各位姐妹吧 我们台北市妇女的平均瘦手 要活的时间 活的年纪啊 到达86岁 哦 比男性多了5岁 活的还好 所以啊 台北市政府在规划各种的 关于妇女政策的实况 是绝对不敢心无一事 总之呢 它会特别福利的周周到到 对不对 对 嗨 杨姐的了解 就只是很单纯的念 这一个科系 然后就顺理成章毕业就做这一行 就这样 然后公司给了机会就 一路有栽培 然后就一路就这样做这样子 就是很单纯这样这样 没有什么太复杂的想法 然后又自己就喜欢 所以是我喜欢 所以才会一路一直做 然后没有停下来这样子 本身体力的关心 然后性命上 现场多多少少会有不适合女生的地方 可是我觉得 就是互相尊重 对 那公司它其实 给的观念也是互相尊重 所以我觉得整个职场的状况 并没有大家想得那么糟 可以去尝试是突破的 台北市政府串联各区妇女中心 以跑管吉章送豪力等活动 鼓励女性在生活中实现自我 看见在各领域上 发光发热的女性们 其实台北女性一直是在 陪力女性引领改变 所以我们有开发了很多不同的 陪力女性 像冒险力 然后艺术力 然后还有创造力等等 那我接着请我们馆长 大家好 我是台北市妇女馆的馆长岳梅 那我们台北市妇女馆 又有一个别称叫台北好人家 好是女家子的组合 我们希望可以翻转 好像原本女性有比较长 是负面形容词的印象 让大家都可以来到好人家 一起看见 就是女力的展现与改变 那我们是承办台北市社会局委托的 经营管理的场馆 我们希望以在地观点诠释眼光 然后带领台北市的市民朋友们 可以一起探索性别 给姓平一个家 那我们除了在万华火车站三楼的妇女馆场馆 很欢迎各位市民朋友 随时来坐坐之外 我们也会举办各式各样的讲座电影赏西活动 尤其是这一次台北市3月8号妇女节开始 我们有一个台北女力管管相应的串联 除了妇女馆之外 更希望可以让所有的市民朋友 认识台北市 有多少的女性支持资源 在支持的女性们 以及我们有一系列的节庆庆祝活动 都欢迎大家可以上台北市妇女馆的脸书 帮我们按赞分享 参加我们的跑馆集商活动 以及各式各样好玩又有趣的实体活动 来看电影然后来听讲座 看看台北女力的故事 台北市长蒋万安也笑说 这个日子男生只能靠边站 还有站的地方就不错了 讲女力台北实现无界 好像我们男人都要靠边站 不过还好我们有站的地方 还可以 但我觉得很谢谢 所有今天前来的好朋友 我们台北市身为国际都市 我们已经有很多来自各界各领域 优秀的女性来称情这座城市 所以一直以来我们都很希望 推动很多不管是性别平等 或是照顾妇女相关权益的政策 来让我们这座城市更多元友善 所以今天也特别借这机会 跟大家介绍一下 包括我们一直推动所有的多元托育的政策和服务 就是希望减轻很多妇女朋友 照顾家庭的负担 另一方面我们也鼓励女性朋友 朝向科技领域的方面来前进 所以我们推出Steam Plus 这样的一个科学教育推动计划 希望很多的女性朋友 在这些所谓传统刻板印象 都是由男性来担任的 这些工作也好 我们希望女性也多多参与 那今天也看到非常杰出的成果 那同时我们在3月1号 也特别交易局 针对年轻的女孩 我们特别提供免费的生理用品 我们从5年期开始到9年期 也算落实我去年的竞选承诺 那同样的我们在很多贴心的服务上面 包括我们监运夜间后车区 还有包括我们厕所的求救灵 还有包括我们这个反偷拍的侦测 我觉得等等这些都是在小细节上面 照顾到女性朋友 有听到女性朋友的心声 其实三八妇女节 不管叫女王节 女神节 其实很重要 它当然是纪念 当时整个女权运动 以及所有各界杰出女性 为这个社会的贡献 大家常讲女性撑起半边天 但我都说女性撑起整遍天 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 不管是在职场工作的女性 或是家庭主妇 其实都一样展现出的就是女性这种坚韧温柔的这种特质 不管是照顾孩子 协助整理家务 其实都扮演家庭当中非常重要 应该是最重要的精神之处 三月八号到二十九号期间走进各场馆参加集张 有机会获得女性创业家设计的礼包 线上活动也可以抽折家券或运动课体验券 感谢女力为社会的贡献 记者温君台北报道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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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